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 我是清宇 英文版《南华早报》 5月25日报导 中共官方军事月刊《现代兵器》 即将出刊的第506期 首度公开了四张轰-20战斗机概念图 此前 中共从未向外界透露轰-20的外形及设计细节 报导引述战机专家与亚太分析师 格雷瓦特的评论 指轰-20的设计草图显示 战机的设计 似乎着重在长距离飞航 及隐形征收作战 而非速度 据传中共轰-20是由西安飞机工业集团制造 从设计图来看 轰-20与美军B-2隐身轰炸机极为相似 外界质疑 中共这款战机又是一款山寨机 而且轰-20的设计草图被曝光 也极为罕见 按说这应该属于军事秘密 事实上 中共抄袭美国战斗机技术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2019年10月 前美国国防部长马克·埃斯伯 在国土安全部国家网络安全峰会上警告说 中共正在犯下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知识产权盗窃案 美国最尖端的武器科技正在被窃取 他举例说 中共歼-20战斗机的技术来源于美国隐身战斗机F-22 理由是二者身上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惊人相似之处 此外 中共歼-31战斗机也涉嫌抄袭美军F-35 埃斯伯直言不讳地说 由于F-35的技术太过于高端 中共歼-31抄袭的显然不够彻底 2018年11月11日 中共空军歼-20隐形战斗机 在广东珠海航展上进行表演 美国《大众机械》报导说 歼-20是使用美国情报来设计的战机之一 澳洲联合新闻社2015年1月报导 中共间谍从美国窃取有关F-35隐形战斗机的 机密资料数据多达50TB 中共获得这些数据后 已经将其应用在歼-20战斗机和歼-31战机 歼-31是中共第二款隐形飞机 于2014年首次亮相 歼-31与美军F-35极为相似 《华尔街日报》此前分析说 中共在针对美国军事、政治、经济进行网络间谍活动中 研制出歼-31隐形战斗机、美军F-35的数据 是中共军方网络间谍通过入侵美国国防承包商、洛西马田公司 以及至少6个承包商的系统窃取的 不过,美国军方表示 中共无法窃取F-35的最敏感飞行控制数据 因为那些数据是离线保存的 目前中共在窃取资料基础上研发的歼-31存在了不少弊病 无法有效避开雷达探测而真正隐身 此外,中共空军的运20运输机 与美国空军的C-17运输机也具有相似的设计 亚洲防务专家沟上在大众机械上说 两款飞机从机头到尾翼稳定器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 美国已掌握了中共窃取美军军事技术不少证据 2016年7月13日 中共航空航天企业家舒斌在美国被判刑三年十个月 他在法庭上承认和中共军方黑客 从波音和美国空军窃取了美国C-17运输机 F-35和F-22战斗机的技术数据 同年8月19日 美国华裔女子满文侠因非法获取F-35、F-22和F-16的战斗机引擎和MQ-9 死人无人机机密 然后提供给中共 被美国司法部判处四年刑期 本次的新视角情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、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stretchy 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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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